陳政榮、理事長 他過去在做事情都非常聰明 非常認真 剛才說起說 我們的副本沒教到的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真的還反倒就回來說 我們到底是在教什麼 台灣人、台灣精神的地方 我們其實都沒教到 我們這時候裸名、公共機構的名字 差不多都是中國的 所以我們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剛才說起 陳政榮老師說起 奧玉德紀念館的經過 他以前就跟我說過 說漁夫、如我們漁夫出很多辣的 青棘都很聽他的話 我有一次就問漁夫說 聽他這樣說怎麼漁夫跟我說 我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最近流行的 我都不知道 這個 如果我們漁夫確實是可以說 在台南這個地方 他像那個感測 他都會這樣 每件事他都有出得到 感謝 我們幫助工者跟漁夫 還有一敗給他們洗到這裡 王玉德紀念館 現在已經在這裡發功、發熱 變成一個發電車就對了 來,我們接下來 放貝鐵、高雄 大家好 我跟王律師 今天各位選擇 今天已經歡迎這個集會 來跟大家報告 台灣歷史和王玉德 報告這個題目 這禮拜大家應該都看到這個新聞 就是TREAT of AIGUN 就是說愛媛條約這個問題 愛媛條約 愛媛條約這個問題其實就 剛才說到有六星爺總統嘛 所以其實六星爺總統就是這個興奮 其實出來講話 在國際上很多媒體有在傳播這個消息 但是其實這個比較少人說到 如果台灣新聞力跟訪斷 這些是俄羅斯的建設法高部的發言人 杰卡蘿蔔 杰卡蘿蔔其實他的新聞裡面 其實在台灣共訪斷 其實在國際上裡面就是路透社 還有塔斯社其實也沒有什麼報告到 那他說的問題其實我想大家看台灣媒體應該都知道 其實主要是在說 他就跟外星爺來特點的 其實你說的都黑白 你其實要去西人中國跟那個 俄羅斯跟路西 非常好的參加 Brotherhood這種兄弟的這種關係 你反作中文的 就是每個都是這樣 所以羅星爺變成是 集中 富修主義的變環政客的觀點 和興趣 美國人也煽動的 不然因為他被台灣人民帶來的好處 接下來其實說的話 後來這裡其實都是完全是超中國 外交部或是中國 對台辦公室社會所說的話 完全都是說這些話 所以其實 其實俄羅斯其實一方的觀點 其實由俄羅斯主席的觀點 後面其實是超中國 國外交部這方面 怎麼處理台灣議題 好 其實來看中國到底怎麼處理 中國學習改革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第一個我們看到其實是 會問台學台灣研究所謂工作高雄的那個 證件 證件 他其實在講幾句話 他的看法裡面 其實他說羅星爺的大陸書官 不是自己發明的 不是自己發明 他是有所謂台灣 這個書官哪有所謂理論家 長期以來 去把它建立起來 建立起來 第一個他講到其實 當然他講到蘇民 歐梨桑的台灣四百年宿 他講到王爺的 台灣公文的歷史 基本切 其實對台灣 其實在追求國家建構 甚至對羅星爺的 這是中國歷史改 他們自己最大的改正 其實中國歷史改裡面 其實有些年輕部的 其實有一些比較柔柔的看法 來處理 其實台灣議席的建立過零中 到底是怎麼提早的 長民講法裡面 其實他講就是 這個比較年輕部的講法 意思是其實 二、二、八、四、天 其實就造成台灣議席 台灣議席其實起來之後 開始受到分法 分法裡面分成兩排 海外和土來 這個中國派現在說法是這樣 那土來的部分其實就是 他的土來其實 他就開始拿一些 例如李萬機 這些人怎麼看 這些人其實裡面 建立 比如我們後面所說的 其實所謂的台灣 就是中華民族開發史的這個論述 開發史的論述 在中國學者他們看裡面 變成說 其實台灣學者到來 其實不一定要追求台灣動力 台灣建構 其實基本上要動作是 中華民族 在台灣的發展 發展 但是二、八、四、天 裡面裡面讓海外的人造成完全不一樣的一條路 不然這樣他就開始在追求台灣獨立運動 開始 第一的鄉接出來就是蘇陵 第二的就是王爺 王爺 第一的庫文的歷史 這鄉聽出來說 當然他這個 我們現在看去中國學者去說的過年中間 他沒有注意到一個問題 其實你在那裡 你沒有可能說獨立運動 你說獨立運動 就在鄉下看他 你東西我都出版 他沒有看到那個時代背景 其實他就開始做出鄉民的分析出來 跟台灣拆出兩半 都來跟都往 好 那這是王爺的福祉 其實在他的施設裡面 出版之後 其實在台灣是在翻作英文裡面 其實慢慢慢慢可以拆出去 拆出去 好 好 那 OK 好 那 就是台灣歷史界 其實怎麼看這個文章呢 其實上 差不多1992年 1992年 其實當中淹陷生死 其實那時候 在中間研究院 中山人民社會科學院 其實開一個座談會 叫做日本時代 台灣肅研究的會口 跟展望等等 其實 大陸其實就是 五味三 高雄在說市民的政策 柯志民 柯志民 說市民的經濟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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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當中淹陷生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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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這個少年省異 他會說到這個事情 他說其實 丹峰民其實用標準的二分法 二分法 要說一個做牌、一個油牌 其實我們如果知道 其實丹峰民其實他很推崇 譬如說台灣共產黨 謝雪鴻叮叮叮 所以其實在做牌的書館裡面 他其實用做油的分法 開始做一個分析 其實他這種做油的分開方式 其實影響到台灣 政治、政客的、租流的一些學術 不一定是在歷史研究 可能在外面在解釋 包括在復習的庫民的歷史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定位變成油牌的書館 其實這是整個台灣 其實可能在... 改嚴以後到21世紀以後 其實基本上整個社會租流 社會構範其實有一個中間路線 其實偏向做牌的概念 有點就是酌勤 那種改審裡面 其實開始影響到變成說 社會開始要怎麼定位這份書 但是我們看其實在... 其實是政委出版社 這是在台灣獨立的網站裡面 他怎麼定位 定位他說其實... 獨立的... 在台灣... 他說其實... 如果你看書面的本書 其實看得很難聽 說像這個理論 你看王爺的地方很好聽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起扁的書 Enlightenment 是說Enlightenment 所以說其實台灣人要了解台灣歷史 你那麼時刻去看 王爺的這本書 這本書 這很大的差別 這大差別 然後這是理工二、二、二、二 其實我們找的林博客的網站裡面 其實他在說 王爺的台灣庫文的歷史 這本書怎麼看 這其實就代表於 年輕人裡面 其實比較主流的人 他們怎麼來看 其實他們比較的確定中間 其實當然他們的昆廳 變成說王爺的這本書 你說... 他在歷史 對... 大家可以簡單看一下 然後當然他會提出一些皮膩 因為這台灣變成說 是一個都很昆的社會 所以變成一種主流的 政治政策的觀點來看 當然他會說 其實不管是書名的方法 在下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住民議題的了解 其實不一定有這些資料給他寫 所以叮叮叮叮 聽到這個角度 想辦法我們開始去理解 理解 這是待會兒跟我們作者的結論 待會兒作者的結論 那... 現在對任務的那個... 培評在歷史上 其實我們經常講的就是李曉峰 李曉峰經常講的 他經常在做提供性的貪物 在歷史上 不是只有做歷史研究 在提供性的貪物裡面 其實他在設 每一張都賣到10刷、20刷、30刷 整個出版社、玉山社 他出版他的設 其實成果絕對動力很好銷就對了 其實他燦爛的新陳 他跟貪文社跟王爺放在裡面 他跟台灣歷史上重要的全部 他在生日 他認為說 這對... 先拜其實看天上的一條車一樣 過星期之後一條車 救到我們整個台灣社會 台灣人就對了 對 然後... 他的工法裡面其實呢 他的定位裡面呢 在李曉峰裡面是跟他定位做一個... 因為剛才是... 王爺町其實是台東運動的推薦者 其實也很重要是一個議員學家 對 所以他的定位變成議員學家 作者跟台灣獨立運動的一行者 但是對他的歷史這部分 他的貢獻之大 其實他會漸漸漸漸漸 還會寫過一分歧 寫過一分歧 這樣 跟我們一句話說過 其實英雄就有譬如說 在那個... Wikipedia如何來寫王爺町的一分歧 所以對王爺町的定位裡面 其實呢 就是說他其實是台灣作家議員學家 跟政治... 政治運動者 不說是一個... 因為社會資本制 變成一個重要的歷史學者 但是你看書名 書名其實呢 他就定位做一個政治運動者 甚至一個歷史學者 這個定位就開始出來了 這個定位出來 其實應該是... 差不多是台灣其實 整個主流社會裡面 中央開始度 偏向招牌的概念裡面 其實呢 對一些比較偏向國家主委裡面 比較偏向郵牌的一些菜裡面 就是淡化處理啦 我覺得是一個淡化處理的一個... 台灣的一個主流的一個思潮 這個思潮 這其實在台灣社會口號裡面 其實你看看什麼... 包括現在一些國家政策裡面 譬如說台灣其實對... 或者是說對很多處理... 或者是路口的議員裡面 其實是偏向非常... 在阿修國家裡面算是... 中間偏左... 中間偏左... 這個主流之下 這英雄就譬如說台灣結局的... 那很多人都會說... 我們不要說議員 我們不要說歷史... 我們主要說的是... 政策為主... 我們主要是Ceber Society的論述 英雄就譬如說... 社會怎麼來看... 我們台灣歷史的... 神敗說誰要去找... 誰要去找... 誰要去找... 好... 我們有... 單單做一個影音的報告 這個報告裡面其實在... 很多網站都找到 我在這裡譬如說... People's... 歷史的報索裡面都有... 其實有處理的人可以去看... 去看網站 裡面包括跟王爺的先生... 當初下的歌廚... 給他鑽作一張歌... 很多開幕... 很多開幕... 然後其實簡單的政策裡面說... 王爺的先生裡面有說... 其實歷史是經驗的... 電學... 然後研究... 過去我們就知道將來... 其實他這句話... 其實說得很清楚... 其實他一個... 行動者... 他是那個行動者的歷史... 來看這個... 他在怎麼研究歷史... 他說歷史... 不是說去... 汽... 那裡的什麼... 沾沾... 吹吹的... 滴石... 就夠了 說你不是把這些塑料... 其實把它倒閉起來就好了... 他上天外的什麼... 要有一個... 一個貫川... 對那個... 上面的貫路來... 還是說對某某某... 要關上去的... 歷史觀... 才會營業...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行動派的觀點... 來看怎麼做這個歷史研究... 來刷一篇... 來刷一篇... 我想這是其實... 王爺的生思念... 王爺的博士... 他來解釋... 他刷一篇... 最好的一個主概... 最好的主概... 我們簡單看看... 其實... 中國學界裡面... 其實... 我們要用我們的敵人... 我們的對立面來看... 看怎麼說這個人... 其實... 電動是給他這個... 我們可以了解說... 其實... 他這麼在我們的地位裡面...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在那個... 台獨書官裡面... 其實他會放起來... 他說書民... 王爺的... 台灣民主法之後呢... 其實... 中間... 什麼祖宛堯... 都會放上去... 都會放上去... 因為一部分... 傳承般的那個論述... 開始在建立起來... 然後... 所以... 其實你們... 台灣在建立這個書官... 過程中間... 其實... 到底有五個重點的懸所... 這個土地是無主人的... 這個是移民社會的... 當然我現在... 台瓊對... 台灣歷史研開始也在反省... 其實台灣... 是不是說... 無主土地六萬住民嘛... 你是不是移民社會... 哪有可能說... 你來台灣... 過了五台... 十台後... 因為我們還在移民... 台灣人... 每天都在哪裡... 刷來刷去... 都沒有在頂分...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昨天... 刷去那個什麼... 大不列天... 其實他會說... 他還在移民社會... 對不對... 像台灣人... 每天都在說移民社會... 其實這種... 看得到... 這是... 國民黨... 刷來台灣後... 其實也要建立這個... 開始... 這個觀點不關的... 他要討論說... 其實... 你們就是移民社會嘛... 因為你的移民社會... 所以你要回去你的閩南... 你要作為一個連結嘛... 所以... 其實... 當然這個時候... 在那個... 不管是書名... 還是公園地在刷去的時候... 其實... 他們受到這方面的影響... 其實在討論是移民社會... 但漸漸漸的... 我們的觀點開始在變... 再來他會說... 其實... 台獨司官裡面... 絕對會講到... 海洋文化... 再來還有... 外來政權... 再來就是台灣... 這個一個... 好像是... 馬克思史學裡面說... 說的那個所謂的... 辯政法... 高標就是... 高標就是台灣獨立... 推上去台灣獨立... 所以他要攻擊... 台灣... 台獨的... 書官的時候... 就要用這個角度裡面... 開始一個一個... 打開... 這是他的... 理論的基礎... 他比較... 另外一個看法就變成說... 228... 造型就是所謂的... 審極意識... 審極意識裡面... 跟台灣意識的分裂... 這個看法其實比較粗... 本來不是說... 油... 其實比較粗... 他的看法裡面說... 海瓦就是... 台獨議識... 就是... 兩個最... 大條的... 這個書名就是... 王爺町... 就是... 王爺町... 第二就是... 到來裡面... 以中國委、本委、漢銀委... 主席、開發社聯誼... 李萬機、楊云平、田基努... 這裡他把它列出來... 當然其實... 沒有注意到... 其實... 概念是... 你為什麼要做什麼... 你為什麼出頭老名的人... 其實... 都不想想辦法... 不管他的力量... 其實都不想想辦法... 所以其實... 他有這個... 偏見在這個地方... 那台灣部分其實... OK... 三分鐘 OK... 其實就是... 我們看出來... 其實就是... 台獨聯盟委會裡面... 其實... 占底是說... 王爺町... 他基本上... 他的出現裡面... 其實在... 台灣在... 戰鬧... 是... Dark Age... 像歐洲中世紀裡面... 那個Dark Age...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他其實是Enlightenment... 一個Enlightenment... 就... 像一段電... 一把電費一樣... 跟我們台灣... 帶進那個啟蒙時期... 啟蒙時期... 這是... 夫婦其實最重要的... 概念... 關鍵在解釋... 那... 改燃料的... 學界裡面... 其實... 王爺町... 其實他的... 設裡面... 其實被... 定位變得比較偏向油牌... 做法的... 政理書官... 就是書名做代表... 這是... 丹風民所建議的... 他影響到... 其實... 在... 2010年以來... 其實... 台灣... 王爺町... 福祉書... 他自己... 1977年... 他自己所講的... 那裡... 其實... 他認為說... 歷史其實是... 經驗的抵抗... 其實... 剛才是... 書館跟行動所造成的... 書館跟行動... 書館跟行動... 其實... 相當重要... 他像這個角度裡面... 來看... 台灣書的研究... 跟台灣歷史的研究... 我想這是... 去... 對王爺町思... 王爺町... 去主改... 他的切... 其實最重要的一句話... 讓他自己來講這句話... 好... 來... 簡單報告到這裡 對... 劉勒 謝謝... 鄉北的教授 剛才... 這個... 台灣書... 還是台灣... 特別書的關聯... 整理得很貼心... 往往這份... PPT... 待會兒有一份... 好... 我剛才... 外來看... 外來看... 都... 阿嬤菌都閃到... 要再另外看一遍 剛才說過... 台機身... 有說起最新人問的問題... 就是愛魂條約... 賴清德接受... 張雅琴的專訪的時候... 說起中國... 若是說真的要... 要收回他的領土... 應該就要去收那個地方... 台灣跟他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重新... 有這些書官來把我們... 這樣透抽... 把我們整理理睿... 大家確實清楚... 這是我們現在要快來請... 副金檔教授... 台灣... 台灣書台... 台書書的... 鐵雅教授... 副金檔 大家報告什麼歡迎 大家好... 我是副金檔... 我頭一生... 那位... 我標誌... 是... 我的老闆... 台書書的... 說對... 我是... 鐵雅教授... 鐵雅教授... 這是... 翁玉庭... 最後十年來最重要... 頭一生來說... 師官... 跟行動來說... 這就是真正的行動... 就是說... 翁玉庭... 在這... 最後十年來... 就是跟他... 這樣... 我們說的就是... 發光發熱就對了 就是說... 燒掉那樣的行動... 最好... 所以他在這個... 巿驚... 還沒真正結束的時候... 他就... 貴心... 他就先貴心的情形出現 這個台灣人... 我們日本兵的... 保障問題的... 我會去說這個事情就是說... 差不多是在... 兩千英歐年作業... 我和現在在座的... 翁吉明教授... 我們有去日本... 拜訪... 翁山的路樹... 跟... 美里山... 在... 我們去在... 我們去在... 主要是在... 我們是要做... 台北高校的... 這個事情啦... 我... 每天... 每天... 那時候... 美里山跟他媽媽... 就是說... 那個... 黑玉町最後10年來...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個... 日本兵的這個... 台灣人日本兵的這個... 保障問題啦... 每天... 每天... 美里山就說... 他有經理... 一些資料... 是不是我們可以... 幫他... 住在台灣... 去... 提供什麼... 等等... 我差不多兩千一七年左右 就是臺南忽略的紀念館要開館嘛 所以那時候是在聽說 是不是可以申請中央研究員 臺灣研究所 甲薩基教授他們來看 來把他這個數位化起來 還可以提供出來 但是因為他們 中央研究員臺灣研究所 因為他們擺很多在那裡擺 就是說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沒辦法他們那邊 有來看完說我現在要擺不進就對了 我就是因為要關這個紀念館的規模 所以我剛才個性不自量力 真的也是不自量力的 我剛才把全部的東西 我帶我們太太跟學生 我剛才把他們掃描 先掃描 先描描 先描描 把他掃描出來 之後這個檔案 如果大家要看可以看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些檔案是很大 兩這麼多 這些檔案 如果要看來說 你如果從頭前看到尾 你一定會睡覺 所以你要找一定會有一個所謂的 詮釋資料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那個時候沒辦法做這個詮釋資料 但是這個整個檔案就已經交給美女上那邊 應該有一個 我才不會有一個 紀念館那邊應該有 中央研究員那邊應該有的樣子 反正就是說目前最初的科學就是說 他這個數位 數位化 可以再再訂做一次 甚至加他的那種 詮釋資料 就是說你 你打 你打那個關鍵字在哪裡 你就可以找出說 你買 買買的那些主要 就是在這一個所謂 這樣 本來今天 今天知道謝思淵有來 謝思淵是我以前的學生 我是想說 你能不能照他 我就說 我就叫你來做 你今年剛才台南四巴 心疏沒了這個時候 把這個做出來 不過美理台書有在說 是不是說 給中央研究員 或是我們這個陳醫生館長的這個所長 所以館長有來拜託 看市底下台語都沒關係 可以把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因為我退休 我需要那些東西 全部現在都交給黃岐明 黃教授那個所在 在時代那個所在 所以可以合作 就是說你的經費出來 經費先好出來 看市場 中央研究員也好 或是說 台南市的文化局也好 還是 國書館也好 就可以隨來做 就是說經費擺出來之後 人力等等 應該可以啦 黃清明教授 好 OK 我們就開始可以做 做之後就開始退工了 因為現在目前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 那個優管做這個 台灣人日本兵的文章 台書美理台書文 如果說的 就是我的學生 台書文 紀念館成立的時候 他就有做出這個海報 相當不錯的海報 這張 這個海報 這個已經很清楚 做出來就是說 這個預期他做的 上面王毅得四個成就 一個就是文學、議文 台灣獨立文章 所謂的台灣青年部門 最初的那個部門就是 王毅得最初的這十年裡面 所有做的這個台灣人 這個保守問題 這個思考會的一個來源 這種情況 這個狀況 這個就是文是一樣 就是那個思考會的時候 相關的人 頂頂的官員 有的人是贊助 有的人是集員 有的人是 要做頂頂這樣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有兩個機關 專門就是做那種 要怎麼說就是 這個扯後腿的 扯後腿的 這個就是 台灣人民共和國 台灣人民共和國 另外一個就是 台灣政府 那個時候台灣政府 他們不想要看 日本人 台灣 保守問題出來 特別這個 常務這個事情就是 歐陽 這是 靈魂人物 所以他們不想要看 這個政府出來 好 我們現在來了解一個說 柯林在座 有的人知道 這個預期 他的碩士論文 我們知道這個事情發生 原來就是 這個 這個中村恢復 中村恢復 中村恢復 他在印尼的這個 這個 摩洛泰 那個地方出來 要發見 他在 那個 叢林裡面 差不多三十年 三十年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 東京新聞的 一個報道 就是這關 這關 那出來之後 那出來之後 出來之後 大家對這裡的 就是在那個 那裡 森林裡面 怎麼 那個台灣人 日本兵 都不問 不過問啊等等 有人不想要去 去玩 做 頂頂 這些是 翁玉丁 覺得說 這都是台灣人 但是你們日本人 做兵 到來之後 希望 或是說重傷 你日本政府 用很多錢 你給他 援助 但是你台灣人 就是因為 你戰情是 日本人 戰後是 叫做 中國人 都不是台灣人 所以就變成說 沒有國接的 那種情形 沒有人要理會 所以 翁玉丁就是 最後這十年裡面 他就是 用行動去做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裡面 他發表 很多台灣人 日本兵 就像這種人 這就是 因為那些 那些人 這些人裡面 你看看 都是 斷腳斷手的 這種人 這種人 你 台灣政府 你也沒有握 日本政府也沒有握 日本政府說 你也不是 日本人 台灣政府說 你那些是 就是日本兵 你是 替日本人 打我們中國人 所以這種人 就是說 都不是人 那種人 翁玉丁 市議員說 同樣是台灣人的領域 應該就要替台灣人發聲 所以他就站出來 站出來不是 他開始也是一個人嘛 但是 我覺得 他說他的行動的力量是很強 他人 叫很多 好像 美理上 以前來講也就是說 他人叫很多 他 25歲到日本之後 他縮罵的這些人 一隻一隻 他叫進來 這裡裡面有什麼呢 就是有 台北高校 他的董學 有他們的董學 還有有 辯護師 還有他們的老師 還有一些人 他們都要 苦苦進來 苦苦進來 開始就是 做這些運動 做這些運動 他們剛才 他們就是在 1975年的 二月二月 來 做生一個 台灣人 台灣去不斷日本 日本會 全部不斷在那裡 就是台灣人 一本兵的思考會 他叫什麼人 叫他們 因為那個時候 奧玉典 他在明治大學 明治大學 他在那裡教授 叫他們一個教授 這個 宮崎環室 來做 那個會長 他來做 後面主持的行動 所謂的 我們說是CEO 還是事務局長 事務局長 那種 然後開始就是叫 油馬元治 油馬元治 就是叫他國會議員 叫他一輩 然後還有一些 他就是去叫一些 弁護書 有些地方對人權問題 自由這些問題 比較關心的一些 年輕的弁護書 來 不用錢 來自願的幫忙的 就是這種情形 所以這是油馬元治那時候的一種象徵 你看 他們就開始這樣 去走雞爐 走雞爐就是這種 就是說 他們裡面討論 來就是走雞爐 來就是找國會議員 來就是開一些火 最後 這個油馬元治在這邊 最後的情形 我相信美女人那時候 有誰走過街路 他們媽媽有誰都走過 所以 我們如果看到他們那種商品 這些商品很多 我們覺得很感動 就是他們這時候 撩下去做的情形 就這種情形 最後一個就是 去各自本政府 各自本政府 所以 他們開始就是 一邊這個十字 補助行的十字 這是第一盒 這是第一盒 這是最後一盒 就是改善 改善後的最後一盒 美女上很認真 把這些資料頂頂 都把它做一個年表 我相信 以後大家說 資料開始公開 大家可以開始利用 這裡面可以分析很多 Pox 論文 絕對可以分析很多 就是說你如果公開出來 然後你也可以 一部分 一部分 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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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可以把整個 這個派到電視製造 這是最後已經結束了 的情形 已經結束了 歐玉德先生已經過世了 已經是1992年那時候 所以我們尾山的爐子在這 美女桑在這 這裡就是那個宮柳木 這是阿里婆 幼馬國會議官 這個裡面就有很多人都是勞費 都是付出的 都是這麼自願去做的情形 这十位中国事部 中国事部在1994年的时候 有哪有这批文章出来 这批文章 我们现在看中国事部 那时候的中国事部和现在的中国事部不一样 那时候的中国事部它还有良心 所以现在中国事部我们都没人要看 那时候你如果看这批记者的 林造真 林造真甚至有良心的一个记者 他还在在这个一QQ梳理的时候 还在把这个本兵的时候 权益谁稳稳的这一个情况 我是觉得这边还在有良心 把这个虽然是马后跑 但是记者就像我们有一个做博物出来的观念 OK 那我现在最后就是说 希望有钱的单位 有钱的单位包括国事馆 包括台南市政府的文化局 包括中文医院我不知道 但是记者就像这两个单位 顶顶顶顶 可以把力量拿出来 我有人力啦 我们有人力但是没有潜力 没有这个潜力 这还一个情况 可以大家讨论 把这个事情 把欧玉丁 因为欧玉丁就一九七五年开始做 到一九八五年的贵心 现在 九月垂高贵心 九月垂高贵心 这个他们去各政府三次 就是那个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三次去各都输 第二次數位的時候 第二次數位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檢察官什麼人 那個法官什麼人 就是王毅德 他在台北高校的董學 王毅德他開董學的時候 王毅德就是騎到 這個時候 法官要騎到那裡 要說這個事情拜託 他就不聽了 他就說好 我對牆壁講話 我就說那個事情怎麼 他就說給他聽 但是實際上是要 就說我講我牆壁聽 結果實際上是要說 他的同學聽 他的同學在第二次 法院書的時候 假模幾個王毅德就過世了 但是這個法官 在他的判詞裡面 加上一句話 這是以前的法官都不寫 他寫說 政府就要趕快去處理這個事情 趕快去處理這個事情 而且還差別就是他們第三次 最高法院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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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法官 曾經我接一個訊息 那也是台北高校的 我們接一個訊息 那個法官差不多這幾年 開始身體有問題 可能 開始要上天堂的這個情況 OK 這個事情 我大家就說這個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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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